今天的穿搭呢就是符合一個VV Night今天的主題 就是這種桃粉色系 然後我覺得我穿的這個感覺好像比較像糖果的包裝 然後後面呢髮型也有一個粉紅色的蝴蝶結 就是還蠻日系的這樣子 那剛剛有看到那些日本的馬鈴嗎? 有有有 那有沒有特別喜歡哪個的穿搭呢? 穿搭的話是想試試看的 穿搭的話我喜歡Emma的穿搭 因為我記得她是穿一件桃紅色的西裝 然後裡面是一件粉紅色的小背心 我覺得可以穿桃紅色西裝的女生就是特別的性感 然後又有點氣勢的感覺 但是應該只有Emma那種身材 就是腳比較修長的人才有辦法駕馭 我應該不行 那自己有喜歡哪個款式的服裝嗎? 喜歡的款式喔?我覺得像那個 Alisa Alisa她穿的那件 就是她好像有一件很膨的外套 然後我覺得她披起來就是很有歧視 走路都有風的感覺 對那件我還蠻喜歡的 那剛剛有一個薄紗 然後裡面只有一件內衣的內衣 妳會想要試試看嗎? 會欸妳說穿那個黑色靴子配薄紗那一件嗎? 對就是感覺很幸運 有有有有 我剛剛有跟我的朋友講說 欸我覺得那一套很適合我 就是也是一個薄紗 跟她薄紗底下又有毛茸茸一圈這樣子 覺得看起來很舒服啊又蠻可愛的 是不是那件胸膛夠大才成的氣牌? 有可能喔 那我可能就沒辦法了 那妳覺得2020年啊會開始流行什麼樣的服飾嗎? 2020年流行什麼樣的服飾? 我覺得應該會 會有什麼樣的趨勢之類的 應該會流行很多糖果色吧 就像這種比較螢光的 或者是紫色啊蘋果綠啊 或者是桃粉色這種比較 跟以往比較不一樣 因為我覺得2020年多 就是一些精品的新款都開始走一些比較亮的顏色 所以我覺得可能明年的流行趨勢是走亮色系吧 這樣可以推薦大家什麼必買的商品嗎? 必買的商品是流行嗎? 之類的就是大家一定要準備一件 那可能就是螢光系的東西吧 今年好像螢光系也蠻流行的 那妳覺得在網人殺的大家 妳有覺得誰的穿搭一直都很喜歡? 誰的穿搭? 應該是凱樂吧跟豆豆 凱樂跟豆豆的穿搭是我還蠻喜歡的 為什麼? 就是還蠻可愛的 而且有時候會可愛的時候又帶點個性 就是不會像完全可愛 會帶點個性我覺得比較活潑 然後他們有一些衣服我也有發現 就是蠻有設計感的 對 現在藍人想要走冠精彩啊 對自己有沒有信心啊? 欸 有吧 就是希望不要出什麼衝 就是不要被網友罵就好 那我覺得自己的對手會是誰? 對手嗎? 主任吧 主任就是我的克星啊 因為我只要當狼都會被他抓到 他會觀察那個表情 09呢? 09嗎? 09我覺得如果我以邏輯去說服他的話 好像稍微還可以讓他相信一點 對 所以你是覺得自己好像比09還要厲害咯? 沒有我不敢 09還是最厲害的 那我沒有放在你眼中的人嗎? 確定要這樣問 沒有放在眼中嗎? 恩...大根 大根每次都不相信我 所以我不把你放在眼裡 會不會被罵 不知道 那會有什麼戰術嗎? 戰術嗎? 我覺得就是要會 欸 戰術就是要有邏輯 等一下喔 戰術就是要有邏輯 又要會演戲 然後講話又要平穩 所以其實很難欸 就是這三個都要做到 我覺得應該就 就會很厲害 那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你現在要參加這個秀的心情 好 就是等一下要上台走秀了 然後其實 這算是我第三次 就是在這麼大型的活動上台做秀 但其實心情還是蠻緊張的 因為這次就是會跟日本模特兒一起啊 然後就希望我們台灣的氣勢 不會輸他們 謝謝姐姐姐 我們去營養 就會喜歡 然後簡介來 amen